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徐惊愤症 我是张寻 我在美国芝加哥 今天是2023年11月20号 星期一 祝大家在新的宇宙一夜顺利 今天呢 我就要谈一谈 大家看标题也知道 我要谈一谈 共和党候选人 2024总统候选人 妮奇黑利 是一位女性 南达河南州的前州长 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所以有很多人称呼她 就为ambassador 为什么要谈这个黑利呢 最近因为她成为一个 媒体和政客的宠儿 特别是在共和党 就是所谓的总统候选人 辩论的第三轮以后 因为在第三轮上 她和那个 韦贝克 罗马索安尼 咱们说的拉面小哥 有一个激烈的争论 那结果 怎么说呢 这个第三次辩论完了以后 大家对这个拉面小哥 印象都是非常深刻 认为拉面小哥是赢了 这个辩论 但是你在看各大媒体 从BBC纽约时报 等等你就看去 所有的口吻都是一致 Washington Post的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说 妮奇黑利赢了 而且妮奇黑利大胜 大胜 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我没有把这个证据拿来 你们自己可以到下边 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而且是在实地的这个竞选各州 那大家知道 美国先开始第一个 这个初选的话 第一个州是爱荷瓦州 然后是New Hampshire州 那结果呢 现在目前的民调显示 至少部分民调显示 在New Hampshire州 和这个南卡 就是妮奇黑利自己的家所在地 还有Texas 还有Ohio这几个州呢 妮奇黑利的支持率 已经超过The Santos小德了 原来小德又稳居第二了 现在的小德呢 不仅 比如说他在New Hampshire 他不仅没有拿保住第二 他变成了第四了 已经搞出前三名了 大家看一看这个民调啊 大家看这是New Hampshire的民调 妮奇黑利第二百分之二十 Christie就是这个 一直返川的这个新泽西前州长 那个肥朱 现在14%也很高 结果The Santos才9%啊 我们再看一看像这个是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比例 不是这个就是New Hampshire州的 妮奇黑利二十 还是另外一张表 那么这个张呢 是Texas的最近的民调 妮奇黑利就是这次第三次辩论以后 是11% 也是位居第二位啊 所以呢 还有更多的民调 我都没有再显示出来 那目前的形势对妮奇黑利 是非常有利的啊 这个黑利吧 我就叫黑利了啊 他已经超过了小德 成为人民关注的 代替川普的 这个很多反川的人都要代替川普啊 成为这个共和党 希望他成为共和党 初选 初选 代表共和党的一个候选人 现在目前 妮奇黑利啊 黑利成为一个数一数二人选 至少跟小德并列吧 所以呢 现在为止这个反川的这些Rhinos啊 假共和党的 或者共和党的建制派们 他们现在都开始呢 向这个妮奇黑利靠拢 大家知道三股势力 第一是媒体啊 这个开始吹捧妮奇黑利说的第三 第三次辩论他赢了啊 怎么怎么呀 非常大的 就是这些左派媒体都吹捧他 第二呢 这些政客呢 都开始慢慢靠着 第三一个就是那个金主啊 给钱的 都是这样 那第三次辩论以后呢 大家知道那个 跟妮奇黑利出在同一个 南卡拉雅拉州的那黑人 候选人 Tim Scott 他就宣布退选了 他也宣布退选了 他后面的金主转过来 就支持妮奇黑利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一直返船的那个原来的共和党的众议员 他的好朋友现在已经 他是募款方面很厉害的 而且他背后有大量的这个资金跟着他 他现在已经加入了黑利的团队 那么共和党的大的金主 比如说像Ken Griffin啊 这个他也准备 表示准备支持黑利了 还有更厉害的现象是什么 就是那个JP Morgan 大通摩根大通的那个CEO 那个Jemmy Diamond Jemmy Diamond本来是民主党人 他现在说也要考虑转而支持黑利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 当然从这里你也看出黑利 他是什么橙色 他本身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真正共和党 为什么民主党支持他 但是反过来说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还有就是 有一个共和党有一个叫E2 E就是英文字母E2 E2的一个峰会 E2 Summit 这个E2 Summit的主要是反川的势力来支撑 比如说Romney Mid Romney和这个Paul Ryan 他们俩为主的 刚才呢我给大家看了一下 再给大家看 就是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那 这个 他们这个会 前几天刚刚开了这个会 就是密谋怎么样把川普干掉 他们公开的宣布 就是说我们的DNA里 就不能容许有川普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事情 主流媒体也没怎么报道 那么 但是这个会召开呢 他们请了四位当时 十月份开的 那个时候像彭斯啊 还没有退选 他请了四位候选人去 四位候选人出席了 一个就是这黑利 另外一个就是彭斯 还有这Chris Christie 还有就是那个北达克达州的州长 那个Bergman 德桑特斯也被邀请去 但德桑特斯自己他没去 他希望跟他们多少划清点界限 所以说德桑特斯小德同志呢 还是有点廉耻的 这点我给他点赞 那但是呢 这个黑利就是 基本上哪儿 就是哪儿有星恶 就像个猫就过去 反正他就过去了 而且他过去以后 这里还不仅仅有个廉耻的问题 我先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共和党的RINO们 这些假共和党们 这些建制派们反川这些人 他们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做 首先呢 他们指望着啊 就想配合民主党 现在民主党部有四个官司 在诉 这个控诉川普 起诉川普 那么在这个起诉川普中呢 他们就希望 由于这个诉讼在 那么借助着这个诉讼的程序 各个州呢 就能够把川普 从候选人名单上拿掉 也就是说 在一个一个州 州里面呢 他有这个负责选举的 就会裁定啊 当然他与这个法院还有关系 他必须走法律程序 要裁定说我们州 这个川普没有资格 能被 能成为选举人 成为被选举人 现在看这么做呢 难度很大 因为呢 德州也试过了 德州的话 那肯定的 它是基本还是红州 所以毫无犹豫的说 川普当然 呃 被成为被选举人合法的 那么密西根州是个摇摆州 前两天也裁定了 在密西根州 川普是和 是合理合法的 这个被选举人 那么 克罗拉多 这是个 基本是个蓝州啊 是民主党的州 居然也裁定了 川普上 选票是合法的 那么 密尼索达这也是个大蓝州 他现在密尼索达呢 正在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密尼索达的法官认为 不让川普 上 这个 上这个选票 难度很大 没有什么理由 所以呢 这样看呢 他们想通过诉讼程序 阻止川普参选呢 这种希望 应该说落空 特别是 这个初选 马上就开始了 对吧 明年一月份 这才没几个月啊 这个从爱荷华就开始 所以说这个不太可能了 那么 第二呢 他们策略就试图通过媒体 渲染这个川普的官司 川普这个被诉讼 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话呢 打击 支持川普选民的信息 希望川普呢 来回心转意 啊 那 这个 应该说 也是 没有成功啊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大家看底下 那个我画圈 这个11月10号到13号 这就是这次第三次辩论以后的一个选举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咱们看 上面这三栏啊 这是Fox News做的 大家知道Fox News的福克斯的这个民调从来都是打压川普的 别看他是保守派的媒体 从他的民调普遍是对川普比这个左派的媒体还不乐观 一般都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 但是他你看这次的民调 三个民调 一个是九月份的 一个十月份 这都是在第三次辩论以前的 然后呢 现在十二月份的 啊不 十一月份的 那可以看到十月份呢 川普的民调创了历史的新高了啊 当然总体来讲 Round the sentence还是第二的 但是呢 他是也是属于没有保持基本没有怎么动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川普不仅 不仅他继续领先 大家看这个样子图啊 而且是川普现在目前对于拜登的这个民调 就是如果他初选出现跟拜登对决 现在已经取得了全面和稳定的优势 大家看这个是interactive polls他转转发的啊 六月份的时候拜登对川普是49比45领先四分 那么九月份的时候拜登46比46跟川普打平 十一月份现在川普以46比42啊 44反超两个点 当然两个点可能在无稳范围之内 但他至少他比九月份还是有进步 而其他现在目前我看到更多的这个民调 现在川普领先幅度更大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你知道以前的时候 而且哦 这个是摇摆州的民调 应该是NBC的民调 我特别拿的 因为NBC他民调在历史上 这次川普是首次领先 NBC的民调一贯都是拜登领先的 那其他有的呢 还专门做了在这个关键州的民调 基本上呢 六个摇摆州 川普至少拿到五个以上 就是说有可能拿六个 至少五个都是领先的 你知道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支持小德呢 有这样的说法 川普虽然说得到了共和党选民支持 但他一旦出现以后 他对拜登没有胜利把握 那另外说即使在全国范围之内 全美范围之内 川普可能领先 但在六个摇摆州里 川普非常危险 川普拿不到优势 因为那种调研 川普一直落后的 但是现在看来呢 川普在这些摇摆州 已经稳定的全面的领先 我说全面是各个调研机构的调研 都是领先的 稳定的领先是 他是从六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一路上来都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建制派怎么办 他这个企图可能又要落空 也就是说 选民面对川普的诉讼 不仅没有减低对川普的支持 而且比原来更高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怎么办呢 我相信他的第三个策略就是说 好 你们这些人 小德也好 尼克·凯利也好 Tim Scott也好 彭斯也好 除了Vabek Ramaswamy以外 其他的就是除了拉米小哥以外 其他的候选人的支持率 那些支持他们的人 基本都是反川的 那好 那就是这帮人的 如果那建制派就想了 如果说 consolidate一下 把这些候选人的支持 支持者 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后 去支持一个人 而且大家知道 虽然说川普他在每个州基本上都是遥遥领先第二名的 但是领先的多少还是不一样的 爱荷华州是第一个州 纽海拔州是第二个州 就是从初选来说 那这两个州呢 建制派的势力都很大 所以呢 你比如说川普在其他州 可能他的支持率达到60% 但是在爱荷华州呢 可能只有46% 不到50% 那在纽海拔州呢 建制派的比例更高 因为呢 纽海拔州 他本身是个东北 就是被兰州包围的这么一个偏红的州 另外一个纽海拔州州的州长 这个叫那个Chris Sununu 他的老爹 他是个典型建制派 一贯反川的 他的老爹呢 原来就是布什的幕僚长 叫做那个Johnson 爱荷华州 他的州长和他的参议员 他的众议员很多都他都是那个也都是反川的 这些建制派的 所以呢 那共和党这些金主们就会想了 这些反川的人 如果我在这两个州 集中精力把这个 我通过我的运作 让反川的候选人 都去支持一个候选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有可能前两个州会战胜川普 如果前两个州战胜川普以后怎么办呢 那么借着这个东风啊 借着这个优势产生连锁效应 也可能不是说所有州都能战胜川普 但有可能在这个选举人票上 可能会胜出来 所以这种想法呢 是有一定理性的 所以说呢 就是把投票给任何一个反川普的候选人 就是不是 就是投票 现在目前投 这目前这几个候选人中 投票给任何一个人 他都可能 很大的可能性是反川的 那把这些人票收集起来呢 再加上这些选民 挺川的选民 多多少少对川普的官司 还是有些忧虑的 然后呢 再加上如果他要再剩一两个 建制派多的时候 这样就可以借这个东风 打败川普 达到他的目的 那开始的时候 他说好吧 那我把这个选票放在谁的身后呢 可能要放在小泽的身后 以前一直想放在这个 德森特斯身后 但是德森特斯的表现 真的差强人意 自己本身来讲呢 好像软软绵绵缺乏勇气 另外他也缺乏魅力 所以上去讲起来呢 让人听着老生常谈 这可以说蛮多的 所以他的选情是一路走低 而尼克黑利呢 开始被追捧起来了 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出现 这个黑利被追捧的现象 这是我要强调的 那么为什么 其实他整体上在全国范围之下 他还排第三 他还没有超过那个小泽 但是为什么很多建制派的金主 都在追捧黑利 因为他有几个小泽不具备的优势 第一个呢 他是少数族裔 同时又是女性 所以说呢 他更加政治正确 那么这样的话 这些金主 共和党的这些建制派金主们想 如果我推取一个更加政治正确的人 可能会更多的赢得中间选票 那可能我对拜登的时候 或者对民主党其他候选人的时候 我的胜算比就更大一些 那另外一个呢 尼克黑利啊 他非常符合建制派和军工复合体的力 其实待会我会讲到 他就是军工复合体 培养出来的走狗 那第三点呢 就是尼克黑利 他的口才比小德 可能看着要好一些 嘴巴也大 另外一个关键在于说呢 他也不一定口才好 他不要脸 什么都敢说 也不怕这个选民多烦他 那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还真的有时候忽悠了一些选民 觉得他讲起来 就是很让你血脉喷张 所以呢 他的支持率呢 现在目前在个别的州还是有上升 这样就让这个黑利就被看好了 所以在这里边呢 因为黑利他现在开始起来 大家对他三德斯了解的比较多 那对黑利这个人本身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在这里边想帮助大家了解一下他 给提供一些信息 首先大家都知道 这个川普当年呢 就是提拔了这个黑利 那么提拔这个黑利呢 就是让他成为了联合国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为什么他提拔黑利 因为当时黑利 非常的 首先他自己是 川普提到 我相信心里边肯定有政治正确的 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他觉得我提拔女性提拔少数族裔啊 对不对 那到时候我这个那个 就等于说比例 这些少数族裔和黑人和女性的比例高一些 省着被国 那个民主党天天那么折腾去 天天诟病去 但是呢 另外一个也是黑利 非常会拍川普 说川普怎么伟大 川普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呢 这个就搭上去了 就这个人他是毫无廉耻 这回又开始反川 那川普刚刚讽刺这个黑利 说他是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bird brain啊 这个这个鸟脑袋 那这个美国话 就美国这个人讲鸟脑袋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人跟咱们说的那个 那个脑残差不多啊 没脑袋 就是基本就是脑残的意思 就是开始的时候 2024刚开始 他还说呢 说我们说川普是伟大总统 我们我不去跟他竞争 过两个月马上就要跟川普精忠 再过两个月开始攻击川普了 所以呢 川普呢 对这个这个黑利呢 现在很有意见 我给大家看一个短视频的帮助了解 就是这个黑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可以看 我们要得知灵贾 我们需要的租贾 这次的消息 我们需要过于中国 美国参政 我们要不买 我们需要更多的租贾 我们需要的租责 今天我们需要演繹 栏一样的租责 我们需要都有 这个对于政策 a12 year old child in this country assigned female at birth says actually i feel more comfortable living as a boy what should the law allow the response to be i think the law should stay out of it nikki haley think we should be bringing in more refugees and america's always been sympathetic to the fact that you can separate civilians from terrorists and that's what we have to do i do not think we need to pull money from the u.n we don't believe in slash and burn when i get into office the first thing we have to do social media accounts a huge issue that i'll deal with as soon as i get there is social media every person on social media should be verified by their name we need to know exactly who they are and they need to show their own name they need to verify every single person and i want it by name let's increase the gas tax by 10 cents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no one jumped in more forcefully or seemed angrier at america than former south carolina governor nikki haley quote tonight i turned on the news and i am heartbroken haley wrote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was personal and painful for many in order to heal it needs to be personal and painful for everyone but wait a second you may be wondering how am i quot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behavior of a minneapolis police officer 好这个这段视频还不算太短为大家呢简单讲一讲这里边讲 尼黑黑的他是个什么人用他自己的话首先谈到一个难民问题和移民问题 那尼黑黑的想法就是说多多一善啊康美国纳税人之凯这是典型民主党的做法对吧 共和党都是反对的哪怕是合法移民很多比如说你像那个 投票给欧马尔的那个索马里的这些来自索马里的选民和投票给那个 talev的那些来自巴勒斯坦的选民在米西根州的啊前面前者是在 那个迷你收到这些都是合法选民这个合法移民奥巴马在他任期 美国现在一共有三三不到四百万三百多万的穆斯林其中将近一百万就奥巴马 任期这八年他这八年赶上美国两百多年他这八年进来的而且都是合法移民 大家想一想这种合法移民是不是也应该反对对吧 所以呢尼奇黑里在这点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共和党人他是个民主党人 关于儿童变色带变性的问题现在目前什么佛罗里达州啊德州啊田大西州啊 所有几乎所有的红州都在努力或者已经成功的在法律上对这种儿童针对儿童变性 少年儿童变性的做了这样的法律的一个裁决 但是呢黑里却说法律不要介入任凭他们去残害孩子去 所以这也是看出他的本身他是个左派政客啊 还有呢他身为美国对驻联合国的大使应该为美国的利益着想 但是他却为联合国站台让美国继续出钱 大家知道联合国前四分之一是美国出的 但是他只是一百九十多票中间的一票 而且多数的协议都是反美国反以色列对不对 这些决议那尼奇黑里呢在这种情况下让美国继续掏钱出来 支持联合国啊 这么一个天天为粪坑国站台的天天黑美国的组织就是这样啊 还有那说到联合国就说到国际政治对吧 在国际政治方面呢 那么这个他也是黑力立场鲜明啊 在这个比如乌克兰问题上他也是这样 那就是说你想一想啊 这个他就是总要不惜挥霍纳税人的钱呢 给这个在俄乌战争中给这个乌贼们大撒币啊 这个我都不用给大家视频 他讲话讲过多次 完全是个新保守主义者啊 这个我都讲过 那么他出钱这个知识 甚至是逼着泽连斯基跟俄罗斯打下去啊 这个他的这种立场和朋友大呀 和这个美国的这个所有整全体民主党 以及呢在整个支持世界大重视的这个全球 特别是欧洲欧盟的左派 他们的计划是完全一致的啊 那么索罗斯叫嚣说如果说乌克兰输了 世界的文明就垮掉了 那这个跟黑力听有一个视频 他就谈的 他如果乌克兰输了俄罗斯怎么怎么 跟索罗斯的态度一模一样啊 那国防部长奥斯丁也说要用乌克兰把俄罗斯给拖垮啊 乌克兰这么一个小国啊 人口这么少要把俄罗斯拖垮 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代价对吧 那么那个建制派那个Rino林娘娘啊 Lindsey Graham就说他很高兴看到乌克兰人去死 这样美国人就不用死了 所以你知道这些人支持乌克兰的人非常邪恶 没有一个好人 而黑力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这是在地缘政策上 那这个根据这个刚才的视频还看的 在国内呢 他有其中一重要的一段讲的 这也是第三次辩论以后 你黑力的话让我也都惊呆了 居然他要封杀言论自由 要而且他说我上任以后的头等大事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网络实名制 就是网络实名制 不能命名发表言论 美国第一修正案最重要一个自由之一 就是你能够不说话 或者你能够匿名发表你的言论 所以你说川普说这女的 是个这娘是个什么 这个Bird Brain啊 这个脑残真是脑残 连美国最基本的宪法都反 他还是能是一个保守派的人 另外那个大家看看刚才视频 还是他还支持那个黑命贵 那么支持黑命贵呢 就是发表一根言论 至少他在客观上支持的这种打杂抢烧伤 为违法行动火上浇油 对吧 他还支持增税增燃油税 那更是说打击现在传统的那个能源产业 其实呢 就是跟民主党做法完全一样 但是这也不奇怪吧 对吧 他自己呢 是千万富翁 他根本不理解美国人民的疾苦 还有一个 我给大家再看一个视频啊 他在讲什么 他 不是这个 是这个视频啊 是这个视频啊 大家看 他居然扬言要把美国人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 从65岁再次提高 这种想法本身其实是非常邪恶的 但更大的问题就是说 他怎么敢把这话讲出来 你知道在美国你加税 特别是共和党你加税 你改变养老金的提取年龄这些主张 在实际政治中都是非常不受欢迎 在共和党选民中尤为不受欢迎 因为他多数这种 大家想想就是 共和党选民的美国谁交养老金贡献最多 多数都是遵纪守法的中产阶级 他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 各方面还要受政府 一直在受政府的盘剥 每年新一步交税 那么自己把自己所挣的钱的一部分攒下来 那作为储蓄进入福利养老 这个都没什么福利 就是说养老金这一块 因为美国的那个 就是他这些钱本身属于自己的钱 那么结果呢 这个你政府他要拿走 对吧 你就是抢钱嘛 对不对 你把年龄提高了 就等于说该他拿的钱 该政府当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政府 match 这个跟进的钱 但是这个钱也属于他的 因为他对整个国家的贡献 软性贡献远超过那些非纳税人 对不对 他呢 其实我说这个话呢 就是都 有没有我都怕我说的不完全 非纳税人他也有这个保 这个社保金 但是呢 他这个钱哪来的 还是纳税人哪来的 所以我这也必须想想 整个社保金呢 他拿他这个钱属于谁的 就是属于纳税人 但政府呢 把他随意提高年龄 就是等于说 我就给你增加两年 你这两年 你没资格拿了 是不是就明抢个人资产 对不对 所以呢 而且还有一个 共和党选民中呢 年纪都偏大 在老年人中比例相对 要比民主党要高一些 这也是归功于美国 对年轻人的教育 但无论怎么样嘛 共和党选民一般 他不敢提这样的一个 提高年龄 养老金年龄的这样的主张 因为这样的主张 等于你是政治自杀 连川普都小心 尽管他的知识率这么高 那为什么 尼克·黑利 他能够执意的去提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主张 他为什么不怕 答案很简单 就是他不 他如果真的上去的话 当然他上去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 但是呢 即使说他上去 那么 他不是靠选民上去 而是靠金主 而是靠背后的利益集团上去 这才是真谛 你想一想 美国 拿这个纳税人辛辛苦 剩的钱 他去上税 这些上税的钱 现在美国人要干嘛去 这个挺乌贼 打俄罗斯要不要钱 大把的钱 你接受难民要不要钱 大把的钱 那个你照顾那些 劳而 就是不劳而获的 而且还天天制造犯罪的 那些少数族裔 要不要钱 大把的钱 对吧 你军工复合体 制造军火 要不要钱 大把的钱 这些钱都 环保要不要钱 大把的钱 对不对 那这些钱都从哪来 当然从纳税人手里过来 而美国的纳税人 现在已经变成他们提款机了 今天我通过一个议案 就要打仗 明天通过议案 就要投资 都是纳税人的钱 而呢 这个 他实际上 我们现在看 像尼克·黑里这样的 所谓的这个 这些假共和党 这些新保守主义者 他们 我可以这么说 他们立场上 生生跟左派不同 但是在利益上 他们与左派是高度重叠的 比如说军工复合体 那既有左派的 也有右派的 那我刚才说到利益 利益这个词 黑利这两口子 就是他们真的是 这个 怎么说啊 可以说是 这什么 黑利白利通吃 真的是不遑多让 特别是在军工复合体这方面 2017年 黑利他们家里几乎没有任何积蓄 银行存款多少钱 1.5万美元 只有什么多少钱 他两口 你想人不中年 存款只有1.5万美元 不高 对吧 两人可能就有一个闺女 然后呢 但是他们的债务 就借债 超过了100万美元 而且黑利的父母啊 但他们可能出生于印度裔家庭 那么呢 这个跟那个上一辈的财务的联系 还有很多纠结在一起 这点 大家都可以理解 从中国来的 他的父母呢 还不起这个房子按揭 他不是自己住的 他的门脸房 他自己买的投资 为了赚钱的 结果你知道那个 这些年 美国这个网上购物增加以后呢 很多叫strip mall 那些小门脸 那些商业出租的市场非常差 所以说他买了以后呢 最后呢 他出租收益差 他资不抵债嘛 那首先一个呢 他差点被银行给止除了 就Full Close 但是呢 Niki 黑利和他老公 利用他们俩自己的影响 帮着他父母呢 居然把这商业小门脸房 这水帽给换了 给卖了 卖了以后 他就把债用还清了 完了呢 去年的时候 22年 他和他 黑利和他丈夫 向这个税务局报 报那个报税 报税呢 他其中里面有很高的股票的价值 另外他们俩收入 一年年收入 超过1200万美元 大家想想 以前的从存折 2017年到现在 多少年了 对不对 这才6年的时间 那么当年的 2017年 欠一批有债 只有1.5万美元 那到了今年 到了去年 2022年 还没有6年 只有5年的时间 那他的这个收入 家庭收入就超过了1200万美元 刚才我露了一小脸 再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个豪宅吧 前面你看 前后都没有人家 而且那水石 什么游泳石啊 这种大的豪宅 这个豪宅是超过将近6000平方尺 就是说差不多就是 那就六七百平米吧 这个大的豪宅 在这个就是 就是南卡查尔斯顿呢 他的沿海 他是超斯顿沿海 沿海就离海边不远的这么一个岛 他叫 提阿瓦 提阿瓦爱兰的这个岛 他专门是个富人区 富人岛啊 就跟那个什么 那个葡萄园岛 就是 马赛苏社的州的一样 这个岛上 他这个建筑 就他这个房子 价值超过500万美元 大家想想 他住这样的豪宅 他能管 他能理会你这个 就什么 中产基金这些老年人 他们的住处吗 他们肯定不理解 他的福祉 他肯定不理解 所以你 那他可能 大家肯定要问 他哪来的 这么多钱 他主要收入来自于 就是军工复合体 2016年大选前呢 这个 黑力返川 后来他又吹嘘川普 他得到了 然后大使的位置 那他得到大使以后呢 他从卸任了以后 18年卸任了大概是 然后他就开始利用他州长 特别是大使的这种职位 他四处演讲去 演讲的收入 从2016年到现在 没有2018年到现在 因为那时候他还不能演讲 超过1100万美元 另外呢 他还是这个 波音公司的 波音公司大家知道 他很赚钱的地方 其实未必是他的民航机的生产 更多是他国防订单 这个国防订单呢 让这个黑力 就是被波音看中 波音呢 就请他作为一个董事 这个董事 他得到报酬 每年收入30万美元 另外再加25万美元 价值的股票 价值 所以呢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黑力 他的钱从哪来了 另外呢 他还是这个 Pris Global Management 这家公司的董事 这个是一个投资基金公司 他给他的收入是 每年70万美元 70.8万美元 算71万美元 每年 这家公司 他主要做的 也是军工企业的生意 背后的支持者 包括 CIA 中安情报局 包括以色列的摩大 摩萨德 还包括那个 华尔街大佬 谷歌公司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能够给黑力 一个人70万美元 这个公司 生意有多大 而且这个公司 他相关企业 他叫American Frontier Fund 这与这个公司相关的 他 要干什么事呢 他自己在 他自己的资料上 基金他要去 募集资金 基金嘛 招收投资 在他资料上 他这样讲 他说啊 比如如果台海开 开战 那这家公司 他的收入会一夜间赚几十倍 翻几十倍 为什么呢 他的战略投资 都是投资在这种 他叫恶猴啊 就是这种掐住你的喉咙的 咽喉要道 都投资到咽喉的产业 咽喉性的位置 咽喉性的这种企业 他投资都投资在这里 所以他是非常赚钱的 就一夜就能报复 所以大家想想 他是这个公司的董事 那如果这公司的报复 他肯定他有股票分红嘛 会什么样子 对吧 还有一个组织啊 这个组织组织主要 以色列摩萨德他们投资的 叫做United Against a Nuclear Iran 就联合起来反对 伊朗拥有核武器 这个理念我是支持的 但是呢 他从中操作的客观而言 养肥了很多美国的政客 和美国的这个商界人士 那其中呢 这个黑利 就是也是受益于这家公司 那另外他丈夫呢 还有一家公司呢 是这个 是个 他自己成立了一个 国防的一个分包公司 给他分合同的 基本都是国防合同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客户 叫做Allied Defense 联合国防 这公司名字你就知道 对吧 他的这个公司 他有一个姊妹公司 叫Defense Engineering Service 就是什么 国防工程服务公司 他这个公司干什么用呢 他的公司资料呢 他明确写着 他的使命是帮助 他们的客户 解决政治上 和法律上的问题 从而被国防系统收购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造导弹的 关键部件 这么一个技术 我成立这么一家 小企业 但是呢 我在小企业 在开始的时候呢 我成立过程中 因为钱很难嘛 对吧 找钱很难也很累 我怎么办呢 结果我就从中国 投资公司那里 拿了一部钱 好 那我结果现在 我把它做成了 产品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想我把我的公司 或者我的产品 卖给美国国防企业 或者我的公司 整个就被美国的 金工复合体给收购了 但是呢 我却有这样的一个 底筹啊 我有这么一个黑历史 那么 我怎么办 法律上问题 是不是不允许我呀 还是怎么样 那就由他们这家紫围公司 来帮着做服务 就这么一家公司 当然他为什么 他不是直接做 他又有一复杂公司结构 这个又有公司 那边有紫围公司 那边有五公司 大家知道 在美国玩金融的 玩投资 都会干这一摊 很多情况为了避税 甚至为了躲避政治风险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叫尼希黑利 叫他战争贩子 真的是一点不亏 他就这么一个战争贩子 那说到这里 国防的东西啊 其他也都小差一点了 比如说 他出书 自己呢 写了本书 给出版商卖 出版商呢 预付他 先预付他十万美元 收到手以后呢 把这个 他们开始 印这个书 完开始卖 结果呢 卖了没人买 这种事情就更多了 问题 他 问题他是什么呢 他家里自己赚钱也罢了 但是他通过战争贩子 他去以道德的名义坑害美国的民众 杀害乌克兰的公民 你看 这个 在美国就是 什么呀 就是这个 俄乌战争开始以来 美国现在 就是 无论是这个 左派 还是右派的 建制派 特别是那个新保守主义者 他们呢 都是这个 高喊着要 打赢这场俄乌战争 对吧 那么 这个 那么 你打赢这场 俄乌战争 还有什么 打垮俄罗斯 这个都是他们原来说的这个话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需要打多久 我们就支持多久 这都是当时的豪言壮语 那在这种情况下 结果是什么样的 大家想想 结果就是 50万乌克兰的青年男儿 现在包括是 包括女儿 对吧 包括女性 这个他都在里面 就是等于说 失去了生命 那同时呢 这个 这个战争也陷入泥潭 他如果用50万乌克兰青年男儿的性命 能换来这场战争胜利也行 换过来 对吧 也是丧失的生命 所以呢 他们富了谁 肥了谁 克林顿家族 奥巴马家族 拜登家族 布什家族 麦克恩家族 黑利家族 劳威家族 对吧 还有 还有 零年的家族 这也有的是共和党 有的是民主党 但是他们都 从中是大转特转 那更加帮了美国这个 军工复合体的忙了 对吧 所以你知道 黑利怎么讲话 他不怕 因为呢 无论是左还是右 这些深层政府的人 都支持他 但是 他们是支持的 对于美国来说 就是灾难 那有人要问了 说这么一个 很坏很坏的 这么一个娘们 她怎么上到这个位置 而且怎么会成为 共和党初选的 一个热门人选 她怎么上来的 首先她怎么 从政的 对吧 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个视频 大家看到了 对 希拉里是她进入政界的领路人 也是她的精神导师 所以 黑利是什么货色 你就一清二楚 而且这里我要强调 如果说还有人不清楚的话 或者不信服 觉得那希拉里领她怎么了 她毕竟现在是右派 那好 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视频 这个是最后一个视频 大家看 我这个刚才 我再打上去呢 大家看看这个 这三位 这三位呢 希拉里 中间那个是 就是竞选失败的 那个佐治亚州的州长候选人 Stacey Abraham 那么右边这个呢 大家可能也熟悉 这娘是我们 芝加哥的前市长 Laurie Lightfoot 我本来叫 头重脚轻市长 就是这几个人 那你看一看 这个说明了什么 就是这个 黑蒂啊 她骨子里就是个女权主义者 她自己热衷于什么呢 就是身份政治 对吧 就热衷于身份政治 她说 这个背景我先说一下 她说这些话 发生在第三次编论之后 第三次编论过程中呢 拉面小哥批评了三个女性 第一个 她批评了 这个Ronald McDonnell Ronald McDonnell 就是共和党的 现任的美国共和党的 委员会主席 这个人是罗姆尼的侄女 非常不要脸的 脸皮非常厚的 这么一个 只认权 只认钱 不认人 就这么一个 这么一女的 那么 好 那个拉面小哥批评 她说她让美国共和党 不断失败失败失败 成为一个失败的党 那接下来呢 她批评那个 Kristen Walker Walker 她批评Kristen Walker 说 那个 你们 你当初最热衷于散布 说川普的通俄门 川普通俄 是什么 川普胜利 是 这个 俄罗斯普京的作品 现在你道歉了没有 你能不能再借这个机会 跟观众道歉 好她批评这个女性 另外一个呢 当然她会批评 黑力 结果呢 这个黑力在这个访谈 就说了 你看她就是和女性过不去 她攻击 Ronda McDonnell 共和党高层 她攻击我 她攻击 那个 这个 Walker 所以她说 她这个人 就是仇视女性 跟女性过不去 那么 这个 我们看一看 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 叫什么 The Federalist 联邦主义的 那个主编 海明威 她写的 这个 她的一个推文 她就说 她推文先转述 就是这个 McCowland 她说 因为我是 那个 Niki Haley就是说 因为我是女性 所以你不能批评我 后来呢 这个 海明威就说呢 说这个 Niki Haley啊 她说 如果你批评 民主党的 这个 Kristen Welker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 你仇恨女性 这就是 身份政治嘛 对不对 你如果这么说 说几实话 她说 对不起 你比希拉里 还 这个 叫什么 还拙劣 比希拉里还拙劣 所以你 我是女人 你就不能批评我 所以这个 这个是非常恶劣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看 看出 黑力的本质 他根本 他就不是一个 真正的防守主义者 他自己呢 有强烈的 身份政治的 这个意愿 对吧 好 我现在给大家看 几个网络评论啊 这个就关于 你看现在 很有意思 Niki Haley呢 她受到了 政客的吹访 这个 建制派政客吹访 她受到了 媒体的吹访 那么 也是让金主 对她吹些参资 但是 这三方面的人 对她的支持越厉害 那么 网上再看 共和党的选民 对她越讨厌 那我这里摘起 一个共和党选民 对她的这个评价 我们看 这是一个 说 尼克 黑力啊 很容易成为 美国历史上 最危险的 共和党候选人 这个就是 我这个 这次视频的题目 就这样讲 好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说 这个 这个 很明显 哈 黑力 她是个 民主党人 她以这个 共和党的身份 来参加选举 再下一个 尼克 黑力 她是共和党 中的 希拉里 非常 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再看 这个 当时她说的 这个 希拉里说一句话 说往往需要一个女人 来完成任务 那尼克 黑力 模仿希拉里的口气 说 往往需要一个女人 实际这句话 原话呢 是 莱奔斯基说的 他说的是 需要一个女人 就在白宫里边 克林顿 把裤裆 摊开了 把拉链拉开了 这种需要一个女人 来完成工作 这个 这个人说得够狠的 当然 我觉得 这里还有一个 说我们批评她呢 是因为她不是个 保守主义者 她是 胚着狼皮的 民主党人 难怪说 很多 民主党的左派 喜欢她 如果呢 她要赢了 我们肯定就 真的是 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开打了 这是她的一个评论 而 拉面小哥这个评论 也很 也很棒 她说什么呢 她说 她说对不起 她说 你对不起啊 你有两个 染色 染色体 并不能证明 并不能让你 或者让 Ronald McDonnell 或者让 Kristen Welker 避开批评 你们还是要 被执于批评之下的 她说 她另外一句话说的更狠 她说 哪怕这个 卡米拉 就是那个 副总统 乌基 乌基副总 哪怕她要竞选 也不能够 在身份政治党 就是民主党中 给你创造任何机会 说的非常损 而我觉得最后的 有一个 这个总结特别好 就是说 黑力的竞选平台是什么 更多战争 更多移民 更多对言论自由的风沙 哇 这个讲得非常好 所以倒说了这个 黑力他的一个本质 倒说了一个本质 所以呢 他还说最后 底下一个词 叫I pass 我过 这个说的斩定解体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黑力 他的一个真面目 是什么 他是左派 是新保守主义者 他根本跟 共和党的选民 是格格不入的 甚至说 他不仅左派到什么程度 如果黑力要当选 他比彭斯和蓬佩奥 可能更 当选 可能更可怕 为什么呢 他不仅理念上 他是完全左派的 而且他更加陷入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一个 还有其他的行业的一个经济利益和腐败的泥潭当中 所以他一旦上台以后 他一定拼命的鱼肉百姓去毁掉美国的中产阶级 毁掉美国的这个美国本身 另外他也一定会祸害世界 所以我今天就想把这些事实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如果有邻居 有讲英语的这样的人 你可以给提出这些事实 供他们参考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话 而且我要把这个我们常说这句话稍微做点改动 那就是防火防盗防黑力 挺川挺美挺自由 好 这里是寻经问证 我是张寻 我在美国芝加哥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